感恩节假期来临 准备开车出游的民众最关心的 就是油价问题 洛杉矶线的油价连续下滑 今天更是创下了五年来的新低点 美国汽车协会预估 这将带动感恩假期的 短中程开车旅游人潮 车辆出游数会比去年增加4.2个百分点 因此民众也要有心理准备 虽然荷包省了点 但是在路上塞车的时间可能会增加 洛杉矶线的汽油价格再度下降 已经创下了2010年11月以来的新低点 很好 我们可以多买点油啊 便宜很多了 对我们经常开车的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油会 我觉得 洛杉矶线的平均油价 已经连续54天下滑 跟去年同期相比低了4毛6 来到一加轮3块1毛2 城县也是连续52天下滑 跟去年同期相比 油价便宜了4毛8 来到一加轮3块2分 油价叠 加油站里几乎随时可见 满满的车辆加油 感恩节连续假期 也不用担心油价高的问题 也许到拉斯维加斯啊 反正近一点的地方嘛 可以多开一点 到处走走 对然后去shopping什么 去比较远的地方shopping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报告预测 今年的感恩节旅游人数 将会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 有4600万美国人 会在假期期间开车旅游超过50英里以上的距离 许多人都迫不及待要好好享受5年以来的最低油价 落成18台宋小云王伟林 在盛盖博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